巅峰勒布朗扎姆斯如果说在胡人效力胡人队能打到哪一轮呢 那就是相当于2015年扎姆斯旁边加了一个浓为胳膊 然后再有一个猛男 那板正席呢角色相对来说弱一点 他季球赛我感觉打到分局决赛呢 这个是不在话下的 如果说打到总决赛呢 看情况 也毕竟现如紧呢 斯东库里也正值巅峰 旁边德朗蒙德格林呢也挺强 格林一旦说技术赛对面的浓媒的话 浓媒呢也很难打出上加发挥 尤其考虑到现在浓媒啊 呃又软体格脆 而且呢他的三分准型啊 日渐衰退 你要是这种浓媒的话搭配詹姆斯 外线这块啊 谁给詹姆斯拉开空间呢 詹姆斯整个直接生涯啊 搭档的四五号位球员呢 必须得有一定的射程 浓媒今年呢不愿意打五号位 他只能打四号位 他打四呢没有射程 五号位这个让谁上啊 加布里埃尔啊 或者其他那些五号位的替补选择啊 那都没有栏啊 没有栏的话呢 那詹姆斯你说往哪突破呢 这套阵容即便是巅峰詹姆斯来 我估计也是打不过勇士 库里本身也强 即便是巅峰詹姆斯面对巅峰库里啊 两者之间顶多什么 打个有来有回 而且总体判断 在双方差不多在同一个战争水准线上 互相之间打斗的情况之下 勇士队啊 甚至呢还占据一定的领先 包括一五一六连续两年 你看当时的齐勇大战呢 阵容规模基本上是对等的 不过说勇士队 明显阵容实力啊 强于歧视达不到 但是呢 双方仍然是勇士队这一边 胜多复少 有此可见 打对称战争 还是库里啊 当年他都不落于巅峰詹姆斯 更方现在的库里呢 现在库里是完全的巅峰状态 比当年呢更进一步 今年是库里职业上第二次 打出了180剧热部的表现 并且场军得本这块 比当年的E6赛季 还有过之无极啊 所以库里现在攻守一体 进攻效率甚至比当年更加恐怖 那你咋打呢 这个阶段的库里 比当年的库里啊 还要更强 那当年的库里尚且能够面对 巅峰詹姆斯情况之下 在胜率角度啊 还多少小幅度领先 更方现在呢 所以即便是巅峰詹姆斯啊 面对库里 这个赛季也会有劣势 刚刚农眉呢 农眉本身体格就差 现在的德拉姆德格林 谈不到是巅峰 但竞技状态啊 也算是复述到一定水准了 起码相当于是巅峰在 八到九成左右 这个阶段德拉姆德格林 金工段这块打得挺勇 敢打敢拼 能力能爱 再结合啊 还新结起了一个乔丹普尔啊 乔丹普尔陷入近呢 是因为对那环境这块不够理想 所以啊 经常呢 打不出那种真正的快乐篮球 一旦说格林 他和普尔 两个人之间彻底病逝前邪 那这个湖人队啊 就更完了 因为猛男绝对打不过乔丹普尔啊 板凳型做出来都贡献 原本呢 农眉不打五 四五号位都没了 再结合猛男也没了 你这个阵容的话非常激情 因此即便是巅峰战士 也是打不过今年的金总统师 估计是这样 打不过金总统师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